最近在安徽的一辆路虎越野车呢突然在高速公路上急停 三秒钟之后呢被后方一辆重型半挂车给撞飞了 行车记录仪记录下了事故的全过程 最近在蹦河高速出车段 这辆路虎越野车的驾驶员行驶途中 辨认不清路线就随意在行车道停车 三秒后被后方一辆重型半挂车撞飞 辖区告诉交警赶到之后发现路虎车已经被撞毁 车上有一名伤员重型半挂车上也有一名伤员 货车司机介绍事故发生前这辆路虎车从左侧抄了他的车 然后没开出去多远突然在他车头前方急刹车 他来不及采取避让措施直接撞了上去 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